人文巡礼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07分14秒了 我们待会儿正在进行的这个单元 人文巡礼 今天要跟您介绍台北文学记 这个文学奖也开跑了 这两个活动都要有详细的一些解说 特别跟你介绍 今天我们要跟您来连线的对象 这位是台北文学记活动的企划黄姬全 Danny 你早 各位亲友朋友早安 志平早 谢谢Danny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一届台北市 这是第21届的文学奖已经开跑了 没错 这一届的主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叫这个主题 我请Danny为我们解释一下 好 第21届台北文学奖的主题呢 叫做筑字域 筑字域 对筑就是那个筑铁打造的那个筑铁 对听起来比较熬口一点 是 那为什么会叫这个筑字域呢 那其实先说明一下 因为台北文学奖在去年是20年 这已经是成年了 满了20岁了 那第21届的开始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 比较一个更新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想的时候就觉得 筑字就像回到创作的初心 每个人在最初创作都是有一个 最原始想要表达 然后想要发表内心 自己创作的文字 就像打造一样 我们知道写作得非常辛苦 就像打铁这样子在那种 很辛苦的环境下面 然后打造出最好的华文作品 你所谓的读者 所以我们的话就叫助字域 它跟签字啊 那些文字部分也是有点关联性 哦 了解 对 好 那如果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一届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是什么呢 OK 文学奖的部分呢 其实基本上 他跟文学奖会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竞赛类 一个叫做年金类 那竞赛类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就像展文 小说啊 现代诗 古典诗 然后另外 有个特别是 特别文学奖还有舞台剧本 但是一般讲 文学奖比较少的 因为文学奖其实很多文本 大家看到很多戏剧啊 其实都是很多文学小说改编的 或是舞台剧 而且我们比较特别是 舞台剧如果说 你后来得奖了 首奖还会再提供演出的制作奖金 就希望鼓励大家 真的把作品呢 搬上舞台 这样子 我相信对舞台剧本来讲 是更有意义的 对 那个通常我们讲啊 就是说 这个如果只是写成了剧本 这个剧本不适合演的话呢 我们就说 这个只能放在这个书柜里面 对 书斋剧啊 就是不适合演出 对 但呢如果可以把它拿来演出的话 事实上呢 不管对于演员来讲 对于写作的这些剧作家来讲 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对 就表示这个剧本真的是可以演出 而且是很受到肯定 能够让大家获得共鸣的 这样他得奖的意义 还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在 是 那另外要跟特别跟大家分享 就是所谓的文学年金 文学年金 对 那就是说这个老人年金有关系吗 对啊 对啊 我能不能拿呢 这还不行吧 不不不 应该说人人都可以拿 为什么 文学年金是这样子 是 他就是 你在参加时候 你要先写个2000字左右的摘要 告诉评论你要写什么 基本上他说就像是写一本书一样 也就是你有一个写作计划 未来的一年你会怎么 做这本书的规划纲要 然后他得流的是什么 而这个书的主题呢 不一定是小说 也可能是三文 也可能是新诗 就是说 等于是你在写一本书的计划 然后你要提供一个试写篇 到一万两千字左右 然后我们会选出三名的入围者 如果您入围了呢 就会先提供20万元的奖金 那为什么这么做 所谓的年金 就是说 那这一整年 你就是要专心把这本书给完成 它这也可以是报道文学 而且年纪比较不一样的 特别的地方 它的主题上会更宽广 因为刚才前面说到的竞赛类 还是我们会上面会注明说 尽量希望以台北纪念为主 因为毕竟这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主办的一个活动 那还是希望能够和台北有一些关联性 可是呢 主办当然也了解了 因为你一直说一下台北的话 最创造的来自好像又有点可惜 所以在年金这个部分就是不屑于所谓的一定要台北经验 可能是报道文学 然后可能是不同的领域的 而且台北文学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完全没有受限 任何国籍都可以参加 任何的年龄地区海外都可以 就如果你的朋友是外国人 然后他也会写中文 而且华文写得很好 他也可以参加 对 所以它是中文是 真的是最广泛 就是只要是用中文创作的 都可以来投稿 我们刚刚讲说 为什么最后是12月31号解稿 所以快到了 对 这是重点 对 这个如果手头上 目前你正好有一些写作计划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经过几天的准备 一些简单的认识 然后这个会整 然后就赶快报名 这个填一些表格吧 是不是 对 就相关的表格很简单 你只要在网上上面 Google打台北文学奖 然后就会看到非常详细的各个类别的 字数啊 行数限制 然后投稿的地址 跟一些基本的规定跟要求 其实我们相信很多 有在创作的朋友 他通常也不会是听到文讲才开始创作 应该是本来就一定有自己手边的一些创作品 只是我可能没有特别的整理出来 所以我心想的目的是希望说 透过奖金的机制 让这些创作者能够有一些更实质的奖励 因为大家也知道 创作其实是蛮辛苦的吧 对啊 然后有些奖金 有些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某一项文学奖 他有这个奖金的基础 他可以更专心的去创作 他一整年都可以专心的去观察这个社会 然后发挥他的专长 可能至少减少他在生活 采米友人上面的一些负担 对 好的 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评为您连线专访的是 台北文学记的活动计划黄鸡拳 请Danny告诉我们 在这一次的 也就是第21届的台北文学奖 目前已经开跑了 Danny我想继续来请教 你就是说这样子来看 这个小说你刚说小说的字数的原则是八千字到一万两千字 其实这个字数还蛮少的耶 对啊 其实并没有很长 对 相对来讲其实并不困难 对于已经有在写作的朋友 我相信其实并不难 在我们是两千五到四千字以内就可以 然后现在是三十行 那古典式的话可能会有些门槛是因为 就像他需要什么评测啊 对 大部分可能是一些需要有一点中文系背景的朋友 然后律师啊 这些主持的朋友来参加 看是要四句的绝句 或者是八句的律师 在那个中文上面都会有做很详细的介绍 然后演出的剧本的话 如果是演出的剧本的话 就是说演出的长度是不能少于六十分钟的 对 可是啊 这些限制啊 虽然我们讲每一样的限制看起来不算非常非常的严格 但奖金却非常丰富呢 嗯 没错 小说首奖十五万 然后展文首奖是十万块 现在也是十万 五点时都是十万 那舞台剧有十五万 那刚刚你说说 舞台剧的部分还会如果演出制作奖金 而且还有再加三十万 对 而且这些都是首奖 除了首奖 其他还有评审奖 对不对 还有优等奖 哇 这样每个会有四个奖项 优等奖会有两个部分 名额 是 然后刚才说年金的部分如果得奖者 我们也会做梅盒 也就是说年金后来会选出一个第一名嘛 那第一名会再加把他四十万元的奖金 那其他没有得奖的并不代表不够好 因为竞赛总是有个先后的名字 但我们都会做所谓的媒合 也就是我们帮你把作品呢 推荐给国内外重要的出版社 相信这些作品 答案了很多出版社的总编辑 眼光都很敏锐 马上就来讲说我要出版了 对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 套入文坛的一个机会 是 特别是年金的部分 待会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请Danny来多跟我们详述一点好了 好 现在时间是早晨的七点十六分二十五秒了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请Danny先休息一下 待会的广告过后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你好 我们是布莱美旅行团 来贵国观光 想要停留一个礼拜 来观光是吗 那你们行李的麦克风跟音响 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我们沿路唱歌赚取旅费用的 想来我国唱歌表演赚钱 就要事先申请工作签证 这次我必须拒绝你们入境 来人哪 把这些想非法打工的家伙 给钱返回 不 入境他国期间 请勿从事跟签证目的不符的行为 以免触犯当地的法令 以上广告由外交部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直平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7分11秒了 我们今天为您连线的是 台北文学记活动的企划黄金拳 请Danny来告诉我们有关于这次文学奖文学记的一些相关活动 刚刚提到年金的这个部分 这个设计好像跟其他的奖项不太一样呢 对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有年金这个选项 刚才也提到说 我们相信很多创作者 如果说你一天要上班 回来又要再创作 尤其像我们以小说创作来讲 或是舞台剧来讲 可能需要花呗的时间会相对的增加一点 对那对于作家来讲 有一个文学年纪的话 他可以有一整年 其实他底下等同于就是他的固定的职业 对他就像在上班一样 只是他的工作就是为我们创作 美好的华文的文学作品 对那我相信台北文学讲 最初在创立就是我们常会觉得 作家需要鼓励跟支持 出版产业也是 因为有好的文学作品 才有机会做出版 有出版才能够热落整个文学的市场 那相信阅读对每一个人 都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他的初衷还是在于 透过创作透过写作 进而推展整个国人在阅读方面的一些风气 然后让大家能够养成这样子的阅读习惯 因此你总要支持这个创作者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否则真的很多 你看如果是一般上班 每天上班下班回到家已经没力气了 然后还要的创作 所以他们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些事情 对而作家其实也是人嘛 大家不是每天喝咖啡而已 不是每天什么都到处走来走去 然后看他们也是要生活 对这是蛮实质的 总要给他们一点热情 对就是一个比较实质的鼓励 所以我相信奖金就是一个最直接最方便给作者 让他们能够专心的 然后把自己的专才投注在写作上面 那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更棒的一些华文作品 是 那么这个年金的设计是这一届才开始有的吗 还是说至少在我们前几年就开始有了 今年我们做到已经到第十九届 年纪会晚一年 对已经蛮久了 对而且得奖者包括海内外的朋友都有 因为这几年台北文学奖 我这边一边说明一下 台北文学奖其实是也算是属于台北文学纪的一部分 那文学纪主要会在2019年的文学纪呢 会在明年度的时候 2月到3月到5月 这时候之间进行比较说一些活动为主 包括像大家知道的讲座啊 然后会有文学特展 那文学奖的话会提早开跑 所以我们才会在12月31号前截止 然后会在明年度大概五六月的时候会公布 也就等于刚好在文学纪的期间之后 然后做公布 这些活动 所以它算是一个相关体系延伸的一系列的活动 是的 好那么正好 Danny你也提到了就是文学纪对不对 对 那么明年的文学纪还有哪些活动 我相信这也是很精彩的一系列的设计对不对 是那这边到时候 我们会再做更详细的介绍 那这里就先抢先预告一下 2019年的台北文学纪的主题呢 我们定调是文学移动 街角遇见说书人 说书人也就是说 其实在每个街角有很多书店 然后每一个人每个创作者是个说书人 或者每个喜欢说书的人 像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媒体或者自媒体 都会像在告诉大家说书 所以其实说书算是一个蛮盛行的一个活动 那时候我们就人人都是说书人 然后所以你在街角就可以遇到某一个说书人 像一个美好的故事 然后在内容方面 一般文学纪我们会分两个大篇项 一个是系列讲座 那这次的系列讲座呢 也会有四大面讲 包括书接的移动 性别的流动 阅读的转动 族群的游动 也就是我们会从禅书接 包括还有性别 大家是性别议题嘛 实际蛮好的 还有整个阅读情况的一些转变 另外族群就是大家知道 其实台湾现在很多元的社会 所以很多新住民的朋友 很多国外的朋友在台湾 那他们的一些生活也可能影响到我们 所以我们透过这四大系列 邀请了至少有15位以上的讲师 会做完全都是免贝的文学阅读的相关的讲座 欢迎大家来参加讲座 我特别对于这个性别的这个部分 还有移工的这个部分 移民的这个部分的移动 我觉得蛮有兴趣的 对 因为雨山最近台湾社会吵得贝贝洋洋 那对大家的生活上都是蛮贴近的 那事实上在很多文学的文本 小说或者散文 都有这个类型非常独特的专门的文学作品出来 所以这两个类型我们就会邀请比较相关的作家 然后来谈这两个因子 但是我们会不是我们是透过一个文本 跟文学的方式来角度来切入 那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透过文学作品 其实它其实跟整个社会卖动的 对那我觉得透过一些故事 透过一些小说 能够彼此更了解彼此 然后减少一些社会的纷争 我觉得文学就是一个五国界 不会涉及到一些任何政治因素 或者一些仇恨的方面的影响 那假定要参加文学季的 你刚刚说四大类嘛 四个重要项目 如果大家要想要参加这些活动 是要先报名吗 基本上这些讲座 我们在明年度呢 我们会发行一个台北文学记的手册 会把所有的讲座时间地点都列在上面 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官网 那官网的时候上面会有预先报名的机制 对 就预先报名只是在报名保留作为 先报名我们会预先优先保留作为 因为其实文学记还蛮受到欢迎的 每年进行大概会接近十万人左右参加 就整个整体的文学记 那我们的作为毕竟有限 所以就是我们会提供线上的报名机制 如果你有先报名 我们会就是优先入座 然后没有报名就是现场 如果真的还有空位再入座这样子 而且对啊 它都是因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的 所以都是完全免费的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谈到一些不错的场上赞助 所以某些场上是你还可以边吃冰淇淋边 听讲座 完全免费的 对 哎呀那谈到吃那就更吸引我 是是是 欢迎吃冰淇淋来吃冰淇淋 然后听讲座 好各位听众 今天的志评为您来介绍 就请台北文学记的活动计划 黄积全 请丹尼为我们来介绍文学奖和文学记 这两个重要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结束访谈之前 丹尼我想继续再请 就是请你再提醒大家一次好不好 到年底之前要报名的是什么 这个请各位有在从事创作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这则讯息 好谢谢志询的提醒 是 第二十一届台北文学奖 我们的中文的截止日呢 是十二月三十一号 然后会评由错为评 那我们的中文对象呢 是不居无国籍 没有居住地的限制 欧雅跟任何住在什么地方 您都可以投稿 只要你是用中文创作 那包括近代类有小说 散文 现代诗古典诗 舞台剧本 五大类别 那另外有一个文学年金的参与 那相关的讯息呢 只要在网络上面打台北文学奖 就可以找到非常详细的报名的资料跟介绍 那这个期待所有有创作的朋友 年轻的朋友 不管你是几岁都可以来参加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然后把你内心想表达的 把最好的文学作品 贡献给所有的华文社会 然后华文的创作能够更上一层楼 期待各位的好作品 小月31号 好 这个鼓励大家都来参加比赛 好不好 重点是你的作品 真的总是期待有这个露出的一天 有共鸣嘛 对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文学季的活动计划 黄基权 Danny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咯 Danny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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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